選舉會最近提出一個建議 要求網上的活動都要跟隨其他媒體一樣受到監管 直到令到所有候選人都有一個公平的宣傳的一個平台 我覺得這樣的理念是對的 是理想的 但怎樣去執行呢 是一個相當大的問題 因為在網上很多時候很多人他們發表的言論 未必即時可以找到他自己本人去確實 或者是要求他可以簽署一個支持的一個聲明 而網上很多人去表達意見 他們也不覺得他們應該受到某一種形式的規限 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需要找到一個適當的平衡 不僅會令到所有的候選人都可以公平地去進行他們的選舉活動 但同時也要尊重網上自由發表意見的這個權利 我覺得現時選管會所提出的建議太過初步 也太過概括了 我相信是有必要是大家坐下來去仔細考慮清楚 怎樣去達至這個理想的原則 令到所有的宣傳活動都是有一個公平的一個平台 而且是有限戰略的結果 屁住的村民 尖快雪池 尖快尖快尖 而且是 street